好 歡迎大家講這個福音書的課程 這個福音書的課程是非常豐富的 你收到的筆記就會有些內容我不會講的 因為太豐富了 我搜集了很多經文的研究 我很詳細地講出來 所以我們未必全部會cover 但希望這個課程會幫助大家 最重要是看到耶穌多美善 耶穌多好 耶穌的本性有多好 還有祂對我們的恩典有多大 祂如何愛我們 看重我們 祂的本性和祂的恩典 首先我們講一下功課 功課你不要想得很難 很難 我也希望大家在這個課程只有三天 你做的過程都可以傳給我的WhatsApp 或者是電郵 我的WhatsApp電話是94088617 你傳給我之後 我就會告訴你那個內容是否正確 是否正確 有沒有需要修改 因為有可能有些人做得未必很正確 所以我給大家這個機會 你可以詢問我 功課是什麼呢? 就是寫了15個廣道的大綱 大家可能覺得很多 其實每個只是半頁子 所以七頁子已經可以寫了 而最主要是用恩典激勵人遵從神 我們遲些看的時候 會很詳細看很多經文 裡面怎麼用恩典激勵人遵從神 也有律法的提醒和警告 我稍微解解一下 是什麼意思呢? 用恩典推動人 大家留意耶穌說的話 祂說你不要憂慮 祂用恩典激勵我們 不像普通人說話 有些普通人說話 你不要憂慮 不要擔心 你多些祈禱 你要遵從神 看聖經 很多時候都是這樣的說話方式 這是人的說話方式 就是用戒命 或者是律法為主導 但是耶穌說我們不要憂慮 祂說天父其實連麻雀都會照顧 百合花都會照顧 何況你們要比麻雀更貴重 這個是用恩典 就是神的本性 祂是怎樣關心雀仔 百合花關心你們 所以祂一定會照顧 這就是恩典推動 你會發覺 你們在你們的筆記裡 有最後的部分 有兩大部分 一大部分是講到主題式 看福音書 然後最後的部分 就是講到順次序 大家會看到的 順次序 順次序 我全部都會寫上 熟就是熟性 恩就是恩典 神性就是 證明祂是神 和祂的權 和能力 我遲些會解釋這些 但是最主要就是祂的屬性 和祂的恩典 祂的屬性就是祂的本性 譬如我講的經文 那本性是什麽呢 神戀 麻雀和百合花都會照顧 何況我們呢 這就是祂的本性 祂是一個關照人的心態 以及關照所有生物的心態 這是祂的本性 而祂的恩典是什麽呢 祂真的會行動照顧 兩樣不同的 本性和行動 行動就是恩典 祂的本性就是祂很憐憫我們 祂的心裏充滿憐憫關心的 我再用一個例子 譬如十二年血流的婦人摸耶穌 耶穌說誰摸我 她又不敢認 因為她犯了律法 因為她是不准摸的 那個婦人就很害怕不敢認 但後來耶穌說 總有人摸我 因為有能力在我身上出去 她就承認了 然後 婦人就以為耶穌會指責她 但是耶穌的說話是令她很驚訝的 耶穌說什麽呢 她說女兒 放心你的信夠了你 很特別 女兒 稱她做女兒 有一個很密切的關係 放心 就是她關心她的感覺 不要擔心 不要怕 沒有問題的 你的信夠了你 就是我為你成就一切 你信就可以了 信其實很簡單 就是有人為你做一切 你信就可以了 所以這裡我們看到耶穌的屬性是什麽呢 耶穌是非常之憐憫人 接納人 很想和我們有密切關係 這就是耶穌在經文裏面表達那種她的本性 是多麽憐人 多麽關心人 她的行動是什麽呢 她會接受她是女兒 並且她會關心她 關心她就 就是不要怕 這些都是讓我們看到耶穌是一個 她的那種屬性 和她的本性 和她的恩典是非常強的 這個就是我想用大家寫這個大綱的時候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很少人這樣寫法的 很少人我自己都很少看到 但是我又想大家明白 分辨 有一個教導叫做恩典福音 他就不說律法的 不說戒命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聽過 有些教導 只是說神為你做了什麽 你信就可以了 這也是錯誤的 所以我這裡有 戒命的提醒或者警告 是有提醒或者警告的 即是一方面是恩典推動 神的本性和恩典推動 另一方面 也有神的戒命的提醒和警告 好了 這裡下面就是我寫了這個經文 給大家看 就是兩汉福音十三章三十五節 給了一條新命令就是你們要愛人如己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 那麼我在寫這些信息 那個大綱通常是這樣的 隱然 這個是我提議的大綱 其實將來你可以改變的 不過做功課你就跟隨這個大綱 這個大綱是很方向性 很直接指出這個信息是會達到什麽目的 這個隱然就是講出人做不到這個吩咐 以及做到這個吩咐的例子 就是好像這裡這樣 人的反面例子和正面例子 就是人事實上有很多基徒是沒有愛人如己的 因為他說你要愛人如己 眾人因此就認出你是我的門徒 而事實上有很多基徒是很少關心人的 甚至有些新人來教堂 他會不理的 這就是一個反面的例子 正面的例子 有些基徒被人很強烈的關心 以至令到人很想回教會 很想認識耶穌 這也是反面和正面的例子 令到人覺得 是的 不是每個人都聽耶穌的話 事實上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因為我有時訓練一些基督徒 牧養一些基督徒 我發覺很多人都不肯關心人的 因為他懼怕 所以他很難愛人如己的 接著下面就是 第一個大點是神的本性 他本性就是愛 他經常都是愛愛 他就是想愛你給予相愛 他的本質就是愛 所以天國就是愛的 那這些呢 你說多少呢 其實是 你可以能夠說得多 我就會更加欣賞 我會幫助你如何可以說得更加多 而這裏我就說到了 神的愛我們怎麼看到呢 就算我們軟弱和跌倒犯罪 神都沒有放棄我們 祂都會繼續找我們 接受我們 這就是神的本性 然後呢 什麼難阻 為什麼要說難阻基督徒 活出愛呢 因為很多基督徒就會 知道應該要愛 不過呢 有很多原因不肯愛 那這裏有些例子我寫出來 那些人專顧自己 其實很多人回到教會 經常都說 哎呀很多問題啊 你幫我吧 經常都是顧著自己的東西 或者呢 很多人以為關愛人 就是自己損失了 我關心人是損失來的 其實基本上就是自私 或者沒有建立和主親密的關係 所以神就不能夠把愛人的心賜給他 因為他跟神關係很弱 所以他就不能夠活出神的愛 好了 那如何了 如何活出神的愛 第一 拆解自己自私的心 了解自己為什麼 怎樣和為什麼活自私呢 知道自私一定有破壞性的 就是真心悔改去憎恨自私 第二呢 就是想想耶穌多大的愛 犧牲的愛 和多次當我們犯罪 他都仍然接立和感動我們 第三呢 深信愛人的時候 神是很歡喜的 就會祝福的了 第四 想想怎樣具體愛人 實際用行動愛人 這個如何呢 是 通常來說我會寫得很實際的 我有本書叫《輕鬆得勝》 大家有沒有看過這本書 如果你還未有 我可以下次帶來的 裡面是有講到很多如何 實際怎樣做 拆解 這裡講到就是怎樣 可能你說我沒有那麼深度 寫到那麼多項目出來 不要緊 你自己嘗試寫到多少有多少 我自己覺得是這樣的 凡一個人想建立正面的質素 一定是要拆解負面的質素 譬如為何要搖說 因為他仇恨 他不能接觸人 他要拆解這件事 所以第一是拆解 他的問題的地方 第二就是想到耶穌的愛 就是被他的恩典推動 第三就是 深信愛人的時候 神就喜歡和祝福 聖經經常有這些應許 耶穌說 你把一杯涼水給一個小子 不能不得賞賜 耶穌經常用賞賜、祝福 來激勵我們聽他的話 這就是 我們聽話的時候 神就歡喜和祝福了 第四 我們自己想想 我實際怎樣具體愛人 實際行動去愛人 其實這四點 大家可以形容在任何的信息 譬如我轉一轉 譬如這個主題是喜樂 如何活出喜樂 神的喜樂 第一 拆解為什麼自己這麼煩 我為什麼這麼煩呢 經常想起不好的事 經常想起負面的事 經常數算別人的事 都不好 那就煩了 好了 想一下耶穌是一個喜樂的神 可以進來享受你主人的快樂 神就是喜樂的了 因為他凡事都照顧 所以他不會擔心的 第三 當我喜樂 我就滿有神的祝福 神的同在 神的喜樂 好了 第四 就想想我實際怎樣可以起落 去讚美神 去數算神的恩典 這個就是如何 可以說 在我的信息 我很著重如何 因為如何 就會 就是幫人實際做出來 譬如 你就說你饒恕人 那別人怎樣饒恕呢 如果說饒恕人 那四點是什麼 拆解自己 為何會這麼生氣 這麼介意別人做錯的事 因為我們覺得 他拿走我的不好的事 所以我 那些好事給他拿走 所以我就 生氣他 憎恨他 他傷害我 覺得他拿走我的事 但如果我們深信神 神根本 將一切好事給我們 我先求神的國土 和義 一切都給我 我不用擔心 拆解自己 然後想想 耶穌如何饒恕我們 我們犯了多少罪 耶穌都饒恕 第三 深信當我饒恕人的時候 神一定很祝福 和喜悅 第四 我實際如何饒恕 一步步 譬如說 這裡你可以拆解 分開我 譬如我 我先為一個人祈禱 我想一下他其實也受了很多苦 我就去 覺得他很可憐 我就開始看失他 我就開始為他祈禱 都想他得救 都想他得到耶穌的恩典 我就嘗試對他好些 為他祈禱 做一些好的事 令他開心 這就是實際具體 我興奮得勝的本書 就有很多這些具體的例子 好了 因為有提醒和警告 就是聖經說 沒有愛心的 仍住在死中 如果我們對人沒有愛心 就是住在死中 我們不是靠行為得救 我們不是靠愛心得救 我們一定是信耶穌得救 不過信耶穌一定有果子 如果真的信心就會有果子 就會活出神的生命 這個人就會有愛心 因為有同神的關係 如果他靈愛心 譬如有一個人說信耶穌 他信了耶穌 他還欺騙人的錢 害人 陷害人 誤告人 傷害人 譬如其他一樣 到底他是否真信耶穌呢 是否真悔改呢 他或者不是 他不是他不可以得救的 如果我們信耶穌 我明知道這個人還沒信耶穌 他會落地獄 我一生都不跟他說耶穌 那這個真的是沒有愛心的 所以我們就需要提醒了 即是說 這個和這個恩典福音的分別 恩典福音是不說這些的 但是聖經是有很多警告的 聖經是有提醒的 不過這個不是主要 你發覺耶穌鼓勵人 主要不是說 你不做就要罰的 耶穌不是這樣的 不過聖經是有說這些的 所以我就會這樣說的 譬如像我這樣 我侍奉神 是否因為我不侍奉 神會罰我 我不是這樣想 我是想 神給我這麼多恩典 我很想祝福人 所以我就很想幫人 而我幫人 神又喜悦的 神又祝福那個人 又祝福我 所以我祝福人是最好的 其實在我來說 我不是經常想著 我幫完人 我就得到什麼賞賜 而是我覺得 我幫了祂 祂會去到天堂 祂會得福 祂的生命得福 我是很開心的 就是我有神的心 這就是我的動力 我恩典的動力 我就不是說死了 我沒有愛心 就住在死中 我就不是 所以基督徒 動力主要是恩典 可能百分之一 或者0.01% 是如果我不做 就是我生命有問題 但是這件事 我們需要教導 就是需要告訴別人 你完全沒有愛心 就住在死中 這樣 OK 又挑戰了 挑戰了 好像一個訊息說完了 我們說完愛心了 那你可不可以 今天開始關心人呢 我要祈禱做一些事情 令到他被愛呢 就是這樣 我希望大家 第一你不要覺得 要寫得很複雜 不用很複雜的 其實你跟我這個 我可以說是一個 好像一個方程式 當然我 講到你可以有很多方式 不一定要用這個方式 不過這個是其中一個 很有效的方式 是很容易 很容易寫 不用想很大 不用想一大輪 我很簡單地說 首先引言就是說 人的反面和正面例子 很多人真的沒有活出來 我用另一個主題 譬如傳福音 我們鼓勵人傳福音 反面例子 我們應該傳福音 不過我問過很多基督徒 在教會問過 有幾個人傳過一次福音 很多 有幾個人傳過十次福音 少了一些 有幾個人傳過二十次 更少 有幾個人傳過三十次 可能很少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他傳了福音 那些人不相信 不相信 他就說沒有用的 不傳了 不傳了 很多基督徒都這樣做 他以後不再傳了 所以他傳到這樣 就停了 這就是人的反面例子 正面例子 有些人真的 出街 四圍去 什麼情況都傳福音 好像我這樣 我見到一個人打球 我又跟他說福音 我跟他買車 我又跟他說福音 我跟他買東西 我去報答 我又跟他傳福音 我接受人 我就會跟別人說耶穌 我們那些保安 我都跟他傳福音 神的本性 神的本性 就是憐憫想救人 所以我們有神的本性 就是想去救人 還有神的恩典 他真是猜獻人去救人 好了 什麼難了基督徒傳福音 我們懼怕 怕著沒有挖火效 大聲 怕好雨 怕好雨 很多原因 難了 好了 那怎樣 如果你說出一個問題 你就回應 好雨 我們想是不是好雨 當時可能好雨 不過其實有方法 我自己有方法 這些是具體一點的方法 如果你想到這些方法 你也可以寫的 我曾經傳福音 被人拒絕 他心裡有不舒服 神就提醒我 你立刻要處理 那我怎樣處理呢 神就教我怎樣處理 我就說 當我傳福音 這個人不信也好 將來在審判的時候 神就會說 你是有良善 有忠心的仆人 這個人 他聽了福音 耶穌跟他說 他說 我的兒女已經向你傳福音 是你不信的 但是我跟他傳福音 是榮耀神的 即是說基督徒真的有傳福音 那神就會稱讚 所以我就說 就算我傳福音 個人不信 我都可以開心 那我就化解這種雨的感覺 這裏 如何活出 如何活出那裏 可以拆解 為何自己不肯傳福音 第二 想想耶穌多大的愛 耶穌為祂死了 預備救恩又差燃聖靈 但是基督徒不肯傳 那就沒有什麼功效 是吧 你想想耶穌犀牲的愛 祂如何愛我們 救我們 為我們死 祂是我們應該傳福音 然後 深信當我傳福音的時候 神就很歡喜 這是神所喜悦的人 實際我如何開始傳福音 而提醒我的警告 聖經說 保羅也說 他說 我若不傳福音 我便有禍了 即是我不傳福音 我就有禍了 提醒 挑戰 我們可不可以 開始為那些 不信者祈禱 求神給我們的方法 去傳福音 我只是示範了幾個主題 大家有沒有問題想問 因為你用這個方法 你不用想一大餐 怎麼想 你找到一個主題 你有經文 有一個主題 你就可以用這個方式 當然講道可以有很多方式 不過這只是一個其中 我覺得很有效的方式 而向著一個方向去的 我講了這個福音書之後 大家就希望用這個方法去寫這些大歌 你可以早些寫給我 我就回應你 然後你最後完成了 我那時候才給分 就是可以這樣的 謝謝 OK 好 謝謝 每點兒 快點兒 們